為什麼都沒反應 光照USB插座 怎麼插都沒反應 好 再插另外一個 也不行 這是假的嗎 便明的USB充電 做成了裝飾品 上月25號晚間 乘客搭乘670號公車 因為手機快沒電 想充電卻遇上這種狀況 讓他覺得真的好瞎 就擺在這邊 應該是要給人家用了 可是如果不能用的話 那還不如就拆掉這樣 公車管理的地方 應該要加強去看一下 他們的功能 要不然你就裝了這個 就失去它的意義了 到底公車上的插座 有沒有狀況 記者帶您實際來直擊看看 無論是蘋果 還是安卓手機 搭乘相同客運的 其他台公車 測試後都沒問題 被審客質疑 是物關充電開關 業者成績 只要啟動充電插座 就會有電 總電一打開 充電插座 就通通都有電 車子還沒有回來 回來之後 我們就是立刻檢修 業者說光中和總站 就有20輛有插座的公車 可能是因為故障 才會有部分插座 無法充電 業者強調會加強巡視 但有時候也會遇上這種狀況 小朋友他就會覺得好玩 他就把這個保險紙拆下來 他這一整組都會沒有電 部分客運低地盤公車 為了便明提供USB充電服務 不過手機沒電插座卻不能充 難免讓乘客 Kimoji很差 這有朋友的西遊雲 新北市報導 那你不用說 店長 店長 暱雨 我也